记者陈彦廷屏东报道,屏东县南州乡是平原地区,近期确精传疑有野生动物下山踩椒,当地村长怀疑是山猪,微补后战利品被扛上肩的影片今天曝光,果不其然就是山猪丢团来踩椒。 邓木龙说,接获投诉后,他唯恐农省家具,急忙透过朋友请来有多年狩猎经验的原住民有人商量对策,该有人带来有经验猎犬围捕,在不断驱赶下,满园东奔西跑,最后狗儿逐渐收网,在耗费好大力气后,终于把猪仔逮住,也解了农民心头大患。 邓木龙事后松了一口气说,不止香蕉园,连连雾园也有被山猪入侵遭踏大快朵移的迹象,研判这批猪之鹰还有母猪及兄弟姐妹的同伙在乡间逃窜,他了解附近是否有侵害农作物甚至危及人身安全的状况。 村民闻讯有的是说有烤乳猪加菜喽,有的责赞邓木龙村长还帮抓山猪实在是很万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